还原一个你不知道的神奇国度辽国。 辽,公元916年,公元1125年,是契丹人建立的国家。 契丹人住在位于西辽河上游与大兴安岭东路一带,以游牧和渔猎为生,于随唐之际,其各部游分散活动开始走向联合,并向了河中下游发展,唐末时期,耶律阿宝基统领其部落联盟发展起来。 这时,中原大乱,大批汉人币的契丹境内,汉人的生产技术与文化也随之大量传入。 公元916年,耶律阿宝基在汉人官员的协助下,仿照中原王朝的模式,称帝,辽太祖,建国,国号契丹,后改称辽。 辽建国以后,东灭渤海,西征服甘州回湖可汗,北进墨北,往南霍后进时静唐索歌燕云十六州。 公元947年,南下入开封服后进宣帝时仲贵而返。 公元979年与公元986年,两次拜宋军于辽南京城下,公元1004年南下,与宋定禅渊之盟。 辽宇公元918年,在黄河以北,今内蒙古巴林左旗,迎建都城,林皇。 辽室,辽室,地理之称,太祖创业之地,富山暴海,天险足以为故,地卧一耕种,水草便迅木。 在获得燕云十六州后,辽太宗于公元938年改国号为大辽,改皇都为上京,称林皇府。 以后陆续建立中京大定府,今内蒙古宁城,东京辽阳府,今辽宁辽阳市,南京西律府,今北京市,西京大同府,今山西大同市,正式成为五京。 上京,是代表其发源地,被列为五京之首。 中京由于位置居中,游历于各方面的联系,特别是接近靠近中原的南京、西律府,可以起驻之源的作用。 东京辽阳府的作用在于控制住了渤海。 南京西律府是对宋的攻防重镇,是汉人聚集的区域,也是对汉人分治而建立的中心。 西京在军事上相当于南京的侧翼,也是加强对西下控制的基地,是汽丹的西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中心。 这五京制度与中原王朝的陪都制度很相似,但也有不同的地方,因为汽丹民族的城市并不发达,这样的四中心显得尤为重要,几乎算是一大块区域的政治、经济、和军事管理中心。 辽所建的五京制度是受低利自然环境与人文因素的影响。 辽国的国土范围核心是辽河流域以及内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。 这里主要是森林、草原和河边的草垫,为农牧业交错地带,该地受大兴安岭东北西南走向的影响,其地带也是大约成为京度地带由辽河谷地的平原像丘陵、山地以及高原上的草原过渡。 这种京度地带性有利于南北往来,使得契丹人的发祥地铃皇向南缺少横向山地阻挡。 植被带的京度地带性,使得农牧混合形在南北方向上无大的变化,便于骑兵的活动。 特别是当他获得燕云十六周过后,可以说对南方可以高枕无忧,这样一来,南方整个华北平原就处于自己的俯冲攻击地带,进可攻退可守。 即使辽国后来被金国所灭,但是燕云十六周依旧是属于游牧民族手中,始终是对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汉民族政权构成直接威胁。